你出到這樣 我又不可以說你沒有創意 三塊尺醋飯 之前不是開了一個男友系列嗎 但後來我又覺得好像自己不太享受這件事 先看看是哪些男友 吃完就要說了 不好意思 有的 放在地上 不用給我 Thank you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以至大國際 11月的壽司狼 今期可圈可點 先介紹了這次的壽司狼女郎 大高青很久不見 大家好 我是高青 上次在我的頻道出現的就是走遊戲 不要提了 不要提了 你被人冤枉了一下 真是不好意思 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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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枉開它就繼續冤枉 那今期繼續犯罪 最過分的地方都不是它不斷重複了三月已經推出的東西 而是它可以有這個單品 三塊飯 但我懷疑我和壽司狼已經有神交了 即是我在上兩個月就跟他們說 創意部是不是炒了人了 為什麼這些東西這麼沒有創意呢 再之後有一集就說 算了 他們的創意都是有時候沒有好過有 你會不會下個月就變成了壽司狼的創意部 你請我過來 起碼有創意過這樣 但你出到這樣 我又不可以說你沒有創意的 三塊尺草法 它可以是一個三字 中文數字 創意部的作品的說話 大家可以怎樣吃呢 它明知道自己出了這樣的東西 它自己官方IG都出了一個隱藏吃法 那我一會跟大家試一下是不是真的合理 我就是你自己好像想試那個什麼加醬油 我想試那個雪糕加醬油 又要屌了 大切由金魚腩去安康魚肝 我讀完名字後發現我好像幾個月前真的讀過這個名字 那不要緊啦 很肯定這件事就是它的魚肝是多了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我看到只有一塊 那我自己就想試了 所以多點了一碟 出來的情況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碟有蔥 有一碟沒有蔥 說了很多次吃壽司狼去看運 然後高清她是跟我說一下 上一集見到Hailey 是不是要認識很多東西才可以過來拍壽司狼 這個標準突然被Hailey拉高了 好 我不客氣了 好 嗯 挺好吃的 它是有油脂的 我自己覺得它的油金魚腥味不太重 它的魚肝有點鹹鹹的 還有很肥美 肥美的魚 可能我的一塊肥美一點 我的一塊是大塊一點的 大小都不一的 這個已經肯定了 到最後都會問的 22元一塊可以不推薦呢 可以吃 都可以推薦的 我自己說22元一塊 都可以一試 沒去到大推 那接著就試這個交給你 秋都魚呢 平時我是吃粟的 我想說它是不錯的 喝淡茶我以為是很多 快點沖走幾億 其實它也沒什麼油脂 但是它是粟的 乾不乾啊 不乾的 有一條魚 進了你的嘴巴 但是你是覺得OK的 我自己是不抗拒 但我覺得未必個個喜歡吃 17元一塊 你推薦嗎 未必會再吃 OK 那很明顯 這個不推薦 未必會再吃 但不是想像中覺得很惡劣的感覺 都是足料的 擺明份量取勝 小量聊天環節 都可能跟我觀眾說 雖然他們也知道 但是你也知道 你現在在忙什麼 我最主要就是拍劇 還有電影 就會參與電影 比如說摩洞妮的工作也會有 我看到你現在廣告很多 廣告很多 我看到你走了 都很感謝雙家爸爸對我的愛戴 多謝 在我的影片裡多謝他們 好的好的好的 其實我之前有拍YouTube 但是現在就沒有拍了 有沒有重啟的打算 還是 沒有 我其實可能 有可能之後會拍一些 生活的Vlog會比較多 之前不是開了一個男友系列 但後來我又覺得 好像自己不太享受這件事 看回哪些男友 我先幫你問 不是 我就覺得好像 好像沒有這麼搞笑 高清說她拍拖 沒有這麼搞笑 我們吃下一塊 我們這一塊 看起來是有點不開胃的 安康魚天婦羅 那它是天婦羅 那就是炸 快快去吃它 好像已經出現過了 如果沒有記錯 它的樣子看起來 就不太吸引 沒錯 可以試試它 第一個建議 我還沒吃完 決定要說 不好意思 有的 放在地上 不用給我 謝謝 你很堅強 若然決定一口吃的朋友 記得小心 上岳 它一月 那時候 它卡到你 是啊 它卡得很厲害 大家小心 那塊飯是散開了 好像吃了一塊油 裡面有另一個層次 好像要求太多了 是不是 是啊 對不起 我明白應該有這個要求 但是 在老師學來說 他們做得比較普通 但是說真的 我自己覺得乾身 雪乳味有沒有 有 有 都很大股魚味 但是你說夠不夠成好吃 對不起 相信 17元兩塊 你也應該 我比較不太好 這些那麼油的東西 嗯 如果它可以帶給我 美雷有另一種的感受 我覺得 嘩 是很適合這樣配的 那會有驚奇 很可惜 它只是帶給我 上岳有另一個感受 嘩 我都說了 內心很痛 來 下一塊 你說它這個 它掉下來 它掉下來 其實壽司狼 大概有三成的壽司 在它的腰會掉下來 我們快點試壽司 然後就試一下隱藏吃法 芥末尺蝦軍藍 我這個有點期待 我會吃蝦 是因為你喜歡吃蝦 我不客氣了 好啊 你吃得不錯 整塊壽司 我覺得比較多汁 一定 蝦的味道是很合理 那之餘你一放進口 是真的吃到芥末味 嗯 但是我的問題 在我的腦袋就變成這樣 那我同時 拿些甜蝦軍藍去點芥末 那個感覺到底是有什麼不同 在味道上 這個我就未弄得清楚 但是有趣的地方 12元兩塊 大家有興趣可以試一下 其實是挺划算的 是 而且它的蝦是挺大的 是 所以我是蝦之人 就應該是很喜歡 他22元我都會買 很大推薦 壽司狼聽到 你又標錯價了 哈哈哈 今次的熱食 我看上去就覺得好像很棒 濃厚味道 拉麵 上面有叉燒 好像也不錯 糟了 剛才我說它厲害的地方 它有得走什麼 走芽菜 剛才不是怎樣走芽菜 對啊 它括著走芽菜 對啊 剛才拍到的 括著走芽菜 everybody 芽菜 走去哪裡 走去你的杯 這個算了 我還讚你窩心 你又給點芽菜 我想怎樣 好醬 我吃下去 我就會覺得 因為拉麵 有些不好吃的 你會覺得好像喝水 好像很濃 很濃 但是它又不是那種味道 因為我就是感覺到 它的湯 不知道做什麼 好像有一點點 是酸的味道在裡面 湯有沒有說很棒 說真的 對比起 我吃過這麼多個月的壽司狼 熱食 你都不用指望 可以在壽司狼裡面 真的感覺到有濃湯 沒有湯是濃的 不好意思 但是這個在這麼多期的熱食裡面 它的確是濃了一點點 雖然對比起一般的拉麵 你都會覺得它不夠濃 但是值得一讚的是叉燒 我好喜歡叉燒 叉燒是入口即溶 雖然薄切得很重要 但是32元一碗熱食 裡面有一塊大叉燒 我覺得是可以一試的 所以我自己來說 今次這個熱食又挽回了 上兩三個月的熱食都是不被推薦 我最多可以把它評為 公仔麵級的 就是這個 這個感覺 我覺得它的湯也不錯 雖然沒有拉麵級的食材 但它又不是像 舖劫 那種叫什麼水 鹼水味 它就完全沒有鹼水味 但如果32元的話 我未必會買 我覺得可能吃車仔麵會開心一點 這個有道理 我覺得 好 但是這個是入到壽司狼 若然 叫的話 入壽司狼 你不是只會叫麵 在外面來算 它不值 但在壽司狼裡面 我還好 很多觀眾都會說 為什麼我吃壽司狼 說得好像講話 說話比較快 還有沒有什麼語調 原因是 其實我是有遵守壽司狼入座 只能夠吃一個小時的規則 其實所有壽司來的時候 我會先拍照 那時候大大說 已經沒有了15分鐘 所以我說話好像講話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是不是要 差不多都要叫甜品了 其實差不多 這個飲料食法很好吃 我們沒有吃 對 事實就是 壽司狼知道自己出三塊飯 是黏膠線的 然後他就介紹一個飲料食法給大家 首先就叫一個 炸蝦天婦羅烏冬 接著就加這個 全蠻 對 原條海鰻 我們首先要先吃烏冬 接著就拿湯 再加三塊飯 再加上鰻魚 他說這樣就大功告成 他沒有說怎樣吃 不是 就說是茶泡飯 他很烏冬 比他拉麵 夠了 完成 官方的那條view 去到這個位 大功告成 茶泡飯 可能就把飯 吃完 吃完這個 接著我還有一條很有趣的問題 你是不是有匙羹的 匙羹 看看 看 看 這個項目人家吃甜品 絕對是 有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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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拍得清楚嗎 Holy 我覺得挺好吃 我覺得挺好吃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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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不難吃的 我本身是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吃完尺醋飯 你覺不覺得跟平時的飯有什麼分別 酸一點 我覺得沒什麼大分別 剛剛那個是有酸味 這個呢 但是它浸了下茶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這塊飯是比平時酸很多 而我自己是真的挺喜歡這個味道 這個真的 嗯嗯嗯 但對比我個人來說 平時最討厭的是海蠻 因為海蠻和蠻圓 實在相差太遠 我很討厭 人們拿海蠻來蠻圓 因為海蠻實在太乾燥了 本身 但它浸完這個湯之後 我又覺得是OK 那它這個隱藏吃法 也介紹得不錯 原來它出三塊飯的原因 就是希望人們叫其他食物 但是這個吃法是有驚喜的 嗯 在外面是沒吃過的 對 對 外面真的沒試過這樣的東西 都不會有人這樣想到 我覺得 好 那我試這個 番薯炸蝦天婦羅拼盤 它就有這個純番薯天婦羅版 這樣拼盤一次過吃完 嗯 嗯 番薯啊 應該是番薯 番薯好像藥紙 不要緊要不要緊要不要緊要 自己才覺得夠甜的 都夠甜的 還好 然後我有藥紙 這塊呢 這些是不是冬菇 對 冬菇 試一下 都是那一句 平常炸粉 不是做得很好 我是不是第一次吃炸冬菇 不是每個冬菇都蛋 是蛋的 對不起 我的老味就有出思維 不是每個冬菇都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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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壽司狼的冬菇都蛋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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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不要啊 紫蘇葉 頂 我最討厭的紫蘇葉 紫蘇葉它要炸的嗎 它不就做了給你看 它很討厭的 任何壽司 什麼魚都好 只要它裡面加快 紫蘇葉 你一吃它就變成紫蘇葉壽司 嗯 所以這碗就是我 我感覺夠慶幸 它沒有醃味 但是也沒有任何味 純粹吃炸粉 我們叫甜品 好耶 其實甜品才有最期待的環境 很久之前都說過 壽司狼其實真名 應該要叫做甜品狼 焦糖果仁蛋糕特飲 有旋轉給你們看 我自己太喜歡焦糖味的所有 裡面又有些是雪糕 但是怎麼喝 要試這個 隱藏吃法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你沒試過 在我的頻道裡面 都沒有試過 加醬油 雪糕加醬油 它說雪糕加醬油 是會有焦糖味 就是有這個味 蛋糕都好吃 你一秒變成小朋友 蛋糕都好吃 我不是拍攝 我不會有機會吃甜品 我也是很少吃甜品 它是養的那次 焦糖 請問什麼環境 真的嗎 我可以試一口你那個嗎 我也覺得是油 它有焦糖的味道 但它沒有焦糖那麼鹹 是啊 是啊 如果選擇的話 醬油好像沒那麼肥 我推薦的 這杯東西都 栗子蒙布朗蛋糕 栗子蛋糕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栗子味呢 說真的 沒有說有外面蛋糕店 我自己覺得這個味道很重 但是也不差 裡面的蛋糕也十分鬆軟 還有這裡的甜品 其實它不是很甜 它是挺值得一讚的 真的很想叫它做甜品 是不是啊 今期的甜品是不會不推介的 我是沒試過甜品 沒試過壽司落 是有不好味的甜品 兩件甜品都推薦 今次這個 22元一塊 今次和之前的壽司有一點不同 11月 說真的 創意到來說 真的完全沒有 因為它有很多 就是重複三月的壽司 但是 它自己知道沒有的時候 它又出了三塊飯給你吃 就是它放三塊飯出來買你 不敢說它沒有創意 但是你又不知道創意在哪裡 然後就 今個月就是這樣 值得一讚的 我自己覺得是甜品 今次的甜品 的確跟之前的味道上 終於都不是放一些白桃 雖然白桃也很好吃 但是也想轉換口味 今次就有栗子 和焦糖蛋糕 我自己就覺得很不錯 都推薦 不過不失 這個11月的壽司落 赤醋飯 教那個隱藏吃法 我是覺得真的好吃 所以 都叫做推薦 希望之後我可以有一點 沒有說過 不用 創意不用給那麼多 好 多謝高清今次上來 IG的Ian 是會放在這裏 如果想繼續看下一個月的壽司浪 會有什麼食物 就定義姨大個仔 每個月的月頭都會做壽司浪速報 訂完之後記得按鈴鐺 如果可以的話就加入會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狂呀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都沒有專門教剪Youtube的技巧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將我這八年裏面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裏面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我IG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多年以來存在的 超方面的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及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